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一個質量是160公斤的老乳 以4公尺每秒迎面而來 列人舉槍射擊 若彈武虛發全射在體內 子彈質量是0.04公斤 出口速度是500公尺每秒 那麼要射擊發才可以將老乳前進之室內完全抵消 這個就理想化就是說 它這樣就是滑過來 速度就是4公尺每秒 地面是光滑的 然後這子彈的話 一發一發這樣射過來 最後的話呢 讓這個老乳禁止 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你射出來的這些子彈 它動量是負的 跟這個老乳的動量正著 加起來等於0 這個老乳呢就會禁止 也就是說老乳的動量多少呢 動量是mv嘛 就160乘以4 加上它出來的動量 m是0.04 乘以速度多少 我們這邊是負500 那我假設它花了m顆 全部射在體內 總動量加起來等於0 這個老乳就禁止了 那這樣m的話呢 會等於多少 這個去掉兩個0嘛 4520 所以這是20 這是20 我把它移過去嘛 這個東西除過來 160 一百六十 那乘以4 這個就消掉了 2的4 所以這32顆啦 32顆子彈射出來以後 它就停止了 1個月 3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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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